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今天一大早出席了高雄中学的毕业典礼 他也预留伏笔 透露自己的毕业季即将到来 似乎准备要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 全心全意的备战高雄市长补选 明明是高雄中学毕业典礼 但陈其迈一到场 现场俨然成为造势大会 跟学弟分享一些 过去在雄中欢乐的时光 离开雄中之后 人生碰到了一些酸甜苦辣 回到母校以学长身份分享人生经验 而凤凰花开 陈其迈的毕业季似乎也即将到来 参加雄中的毕业典礼 那也许不久的将来 这两天也许会有我的毕业典礼 尽管对未来动向预留伏笔 但外界预测 陈其迈代表绿营参加高雄市长补选 越区明朗 而面对即将碰头的蓝鹰对手 他也趁势喊话 希望说国民党的对手 不管任何人要参选 就也能够展现参选的决心 在一场公平的君子之争 尽管补选局面看似大事底定 但有名嘴认为 陈其迈可不是躺着选那么简单 努力到最后一分钟 努力到最后一秒钟 对自己的要求也一向如此 既然陈其迈对自己有信心 那要不要趁着毕业典礼 颁发市长奖 替市长一直先做暖身呢 我不会脚弯来看我吧 我会脚踏实心 认真实实在在的做事情 话中有话 似乎暗酸 韩国瑜也替自己拉抬选情 高雄市长补选 陈其迈展现强大的胜选决心 接下来叶俊云 高报道